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29章 出埃及记第29章总共有46节 在这一章圣经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中心主题 乃是神借着摩西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要从世俗的事物当中被分别出来 然后他们要在神的面前要领受圣旨 他们不单单要有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身份 还有有相关的做祭司的这样的装备 要承受神圣的职份还有侍奉的责任 那在今天我们所用的圣经当中 我们是用43节和44节作为今天的要节 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谭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 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那我们可以将这一章分成两个段落 第一到37节是一个段落 这一段主要是讲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如何在神的面前洗身 穿衣 手高 献祭等等一些具体的细则 第二段呢就是38到46节 那这一段呢是讲到 翻祭 素祭 还有电祭的线上 然后呢包括亚伦和儿子们从神那里 所得的分 他们靠什么而活 所以呢这一切讲得都非常的清楚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看呢 就是在第一个大段当中 第一到37节 那这一长段其实讲的内容相当多 有讲到祭司在接受职任之前 行使责任之前 先要洗身 先要穿衣 先要受高 献祭等等 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记载中 我们就看见了 这些具体的细则的背后 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 我们首先呢 这里面要看到神的一个伟大意图 那就是啊 在这本书当中 一个中心的思想 其实就是要让每一个从神那里领受责任 要做祭司的人 敬拜的人 那么他们自己 连同他们在神面前所使用的物件 都一定要经过神的捷径 还有正式启用 还有呢 要使他们分别为圣 要归给神的 这一系列的完整过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洗身 在第四节提到 祭司们 在受职的时候 他们受到 吩咐 第一个要做的细节 就是要沐浴 那这个沐浴呢 不是象征性的 洗洗手 洗洗脚 或者身体的某个部位就好了 这不是普通的沐浴 这在圣经当中乃是 承接职份 最首要的 和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 他在告诉我们说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若不先洁净自己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 来侍奉神 所以你看上去 这是仪式上的 一个全身的 一个沐浴 但是实际上 他说讲的内在 却是要靠着圣灵 还有神的话的道 要将自己的生命 从里往外 都要洗涤干净 所以约翰福音 第十五章第三节 还有十七章 十七 还有二十六节 还有哥林多前书 六章十一节 彼得前书 一章二十二节 那除了起洗身 那第二个重要的细节 就是穿衣 穿衣呢 包括有穿内袍 外袍 以伏德 胸牌 袋子 冠冕 圣冠 等等 这几样的身上的配饰 那当讲到内袍的时候呢 内袍是代表着基督 他内在 的神性 还有内在 神圣品格的美 那外袍呢 是表明 大祭司和祭司们 在生命生活上 给人能看得到的 外在的见证 而以伏德呢 我们在前一章当中 曾经讲过 乃是讲到 神 神圣的荣耀 还有那无比的华美 胸牌呢 既是表明 神的心中 有神 所拯救的十二支派 同时也表明 神对教会的爱 还有眷顾 胸牌呢 还表明 神从旧约 一直到新约 神都让他自己 成为 以色列十二支派 所能求问的 和我们教会 所能寻求的 一位伟大的神 因为他是 决断的胸牌 那带子呢 我们结合着 以佛所书第六章里面的说法 当大祭司 系上带子的时候 带子就表明 真理的腰带 表明祭司们 他们乃是生活在 神的话语 神真理的原则的管束中 有些事 要知道该做 而有些事 该知道不能做 而冠冕 还有圣冠 分别就是权柄 还有呢 起到带领 代表 以色列全家的意思 所以呢 当这些圣医 的内容 依次的出现 就表明着 大祭司 祭司 象征和表明 主耶稣基督 他属天的品格 圣洁的生活 方方面面的如美 而且不单单 这几个方面 反映在耶稣身上 反映在 以色列的大祭司 和普通祭司身上 同样的 我们今天在 新约恩典时代的 服侍神的人 无论是神的仆人 无论是神的使女 其实都 是我们在 侍奉当中 所必须有的条件 说明我们 必须得 穿上基督 而且呢 要活出 他丰盛又荣耀的生命 那第三样的 细节呢 就是在第七节里 在第七节里面 讲到寿高 其实在第二十九章当中啊 寿高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 那这呢 就在这么早的时候 当使徒行传第二章 五旬节的圣灵 还没有浇灌下来给教会 在旧约里 已经早早的告诉我们 服侍神的人 从神那里领受圣灵的浇灌 施洗 还有恩赐和能力的 这样的相关的吩咐和记载 并且这位施恩的圣灵呢 他不单单浇灌下来 给领受他的人 施洗 而且呢 还会居住 并且充满在人的里头 所以呢 在大祭司和祭司们 一生的服侍当中 就表明他们一切的行为 行动的细节 都要被圣灵所引导 圣灵所管理 只有达到这样的条件呢 他们才能够承受圣职 来一生服侍神 而且不单单是祭司啊 其实在旧约当中的先知 君王 都要受高了 才能做神的工作 而且不仅仅如此 你看就连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如此 主耶稣基督在 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也曾经啊 特别的讲到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来高我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读 三摩尔纪上 十六章十三节 列王纪上 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 还有使徒行传的十章 三十八节 都讲到那个高 它的重要性 而且弟兄姐妹 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 那是特别感人的 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 一节二节 那里面就讲 说就如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留到胡须 又留到他的衣襟 而且诗篇二十三篇 第五节也提到说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所以这里呢 都在讲旧约 就已经提到 圣灵高谋的事实 而且尤其在 君王 祭司 先知 这些卫生工作的人身上 必须要有 圣灵的高涌 那么其次呢 再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献祭 一到三节 十到十八节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是讲到献祭的事 其实在第二十九章当中 有三个牲畜 寄生呢 成为这一章当中的主角 其实分别的都代表 主耶稣基督 一个呢 是一只公牛犊 另外呢 是两只公绵羊 那么就提到 有限赎罪记 然后呢 有限番记 然后呢 有限平安记 这样相应的记载 那么首先呢 我们会看见呢 这里面有提到赎罪记 那圣经当中 当提到赎罪记的时候 是特别先针对 亚伦和他的子孙 那么呢 亚伦和他的子孙 是服侍神的人 最靠近神 然而也被神严格 严肃的规定为 在他们承受圣职 在服侍神之前 他们一定要先领受 赎罪记 为什么呢 因为祭司啊 也是人 既然是人呢 人就有罪 所以呢 人就要因此啊 要接受基督耶稣 保险的救赎 先解决罪的问题 然后才能进入到 服侍的行列 但是弟兄弟们 我们在这里 就要知道有一个区别 那耶稣基督 这位属天的大祭司 他就不需要 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他的子孙那样 要为自己赎罪 耶稣基督不用 因为耶稣基督 自己是神 他没有罪 那么呢 在教会历史上 有一位圣徒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他的完全 他的神圣 他的特别 就是这位大祭司呢 他又是祭司 他同时又是祭物 所以呢 当我们这里看到 赎罪祭的时候 就表明 祭司们 大祭司和普通祭司们 在服侍神之前 先要解决 自己 在神的面前 可以 无罪的 这样得以站立的 这样的 一个过程 那怎样解决罪的问题呢 就是要有无辜的祭生 要为大祭司和祭司而死 然后呢 牺牲摆上 人才得以在神的面前 赐利 在后来的人生当中 来服侍神 那接着呢 另外一种祭呢 就是 番祭 我们实际上看到 那只公牛犊 献上的是作为赎罪祭的 而两只公民羊当中的一只 那首先被杀的那只 就是要作为番祭 是在15到18节 番祭是表明什么呢 首先番祭是表明啊 耶稣基督 完全将自己献上给神 毫无瑕疵 毫无保留 那么是最美的祭 那在这里 如果用在 大祭司和普通祭司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身上 就表明了蒙恩得救的人 在神的面前 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 毫无保留 那么神看这样的献上 是美的 所以番祭呢 除了皮被剥下来 那么身体啊 是全烧的 被叫做全生的祭 神悦纳这种全然的摆上 不留丝毫给自己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罗马书的第12章 第1节 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这一点 保罗在讲到 罗马书的 第1章到第8章 就是在讲人 需要救赎 需要救主 人既从神那里得了救恩 到了第12章的第1节 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因此 人就要对得起 那重价的保血 那无价的救赎 所以因此人就要将身体献上 将自己当作活祭 因为这是神说喜悦的 并且我们如此侍奉 那是理所当然的 那另外的祭呢 那么就包含在 平安祭 还有宿祭 还有瑶祭 还有举祭 这样的几个表示中 那么其实从平安祭 宿祭 瑶祭 举祭 这几种形式 我们看到也有寄生要被杀 就是另外一只公灭羊 第二只公灭羊 那么呢 解经家会把这一段呢 认为是承接圣职的祭 承接圣洁的祭 圣职的祭 那宿祭和瑶祭呢 分别是表明 蒙恩者 在他们的后来的生活和行为当中 如何效法主 如何荣耀神 那瑶祭和举祭呢 是表明交托 还有奉献 那么在瑶祭和举祭 在举行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受理者 就是摩西 而献离者呢 那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所以其实在五经当中呢 摩西的角色呢 其实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有奥秘 他既不是祭司 他又担当了祭司的责任 所以呢 你说他是不是祭司呢 实际上在二十四章 当中他已经履行了祭司的责任 所以其实在亚伦被规定为大祭司之前 神已经在使用摩西 禁祭司的责任 所以这非常有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 平安的祭 还有素祭 瑶祭和举祭 都表明着蒙恩得救 侍奉神的人 将来在将要在未来 无限的生活和时间里 不断的享受与神的交通 并且这样的人要存着感恩的心 不断的来侍奉神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二十八节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着还是要来看 在第一大段当中 二十九章当中 第一大段当中 另外的重要的细节 这里面讲到另外的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当第二只 那个棉羊被宰杀之后 那么他的血 就要被特别的加以使用 这里面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 就讲到一段 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要抹那个血 在祭司们的 他们的诱饵坠上 还有右手的大拇指上 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 而且大家看那段的细节呢 是先抹血 然后呢再抹油 那么血表明救赎 这已经是不用讨论的了 那油呢 是表明圣灵的高抹 这也是心知肚明的了 那这在表明什么呢 其实是表明着 人 他的耳朵 右手的大拇指 右脚的大拇指 神是刻意的用这三个人体的部位 来代表人的全身 人的右耳坠 被抹血和抹油 就表明得救赎的人 在他们的指挥系统 因为耳朵是在我们的头上嘛 是表明听命 听话 一个人只有听主的话 才会带来正确的行动 正确的决定 所以这个右耳坠 被抹血抹油 一方面表明救赎 两样方面就表明 一个被救赎的人 在被救赎之后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意愿 他们的决定 都要按照神的治理 被神管理 那手呢 乃是表明人的工作 在圣经当中 右手是表明能力的 表明工作的 那右手的大拇指 被抹血抹油 一方面表明 我们从心以后 在做的事情 都是有救赎的标志 救赎的特征了 而且有圣灵的同在 那右脚的大拇指呢 也是一样 一方面是表明神 把我们从私迷 堕落的路上 把我们救拔出来 让我们经历救赎 两方面呢 就让我们 走一条新的 蜀天的人生道路 而且在这条 蜀天的人生道路上 我们不单单 带有着救赎的痕迹 和记号 而且呢 还有圣灵的同工 圣灵的同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面当祭司 服侍神的人 血被抹了 右耳坠 右手大拇指 右脚的大拇指 就表明 这样的人乃是全身心 要听神的话 在神的吩咐之下 做神的工 在神所喜悦的 这个法则之下 走神的路 而且呢 不仅仅如此 还有取膏油和 坛上的血呀 坛在他们的衣服上 使他们呢 可以成圣 这是表明啊 这样服侍神的人 既被救赎 又有圣灵的高摩 他们外在 给人看的 生活行为 都是圣的 都是荣耀神的 都是使人呢 能得益处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这里 圣经的教训 是何等的丰富呢 而且不仅仅如此 这里面还告诉我们说 要将寄生的指油 和右腿呀 卸上 这乃是表明啊 寄生 他的指油 乃是生命当中 最美最好的部分 右腿呢 乃是表明能力 都要献上给神 同时还有献的呢 还有饼 另外呢 还有胸 那么有人解释说 那个饼 是指着 无教饼一般的 没有罪一般的 圣徒的生活 而胸呢 有人特别指着说 这是人的热心 忠诚 甚至指 人的爱情 都要归给神 那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呢 这一段呢 是在讲 祭司既然服侍神呢 他们如何从神那里得 当得的分 那诗篇第十六篇里面就提到说呢 耶和华是我们的分 那祭司们从神那里啊 既然他们好好的服侍神 忠心的服侍神 其实他们就从神那里 有当得的分 在圣经的规定当中呢 就是 姚记的胸 举记的腿 然后公羊的肉 还有呢 框内的饼 事实上呢 在以色列家 等我们后来 读到历位记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几种献记的方式当中 比如说献番记 人是没有机会 吃到寄生的肉的 那肃记 我们看到呢 烧的乃是饼 是没有生命的 是表明人的生活 像耶稣一样完全要献给神的 但是呢 当提到平安记的时候 平安记 在神的面前所烧的就是寄生的汁油 然后呢 寄生的腿呢 要给祭司 那剩下寄生的肉呢 就被留给献记者 还有献记者 他们的亲朋好友 临舍 周边的人 那等到我们讲历位记的时候 我们还会比较多的来讲这个内容 那献平安记呢 人们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平安记 那是表明啊 人跟神和好 人也跟人和好 所以在献这种记的时候呢 特别注重的 不单单是让神的心得满足 而且献记者会跟自己身边的人 一同享受 神赐福的丰富 所以呢 祭司们啊 当他们吃圣物的时候 就表明 他们已经将自己献给神 既然他们将自己献给神了 神也就让他们一无所缺 而且有丰富的得着 让他们有享受 又有肉 然后又有饼 但是问题是 他们不可以 把他们自己所得的 为自己留到早晨 然后呢 为自己积蓄 他主要的道理是在告诉我们说 你放心侍奉乳 侍奉神是甘甜 而且丰富的 因为神是我们的父 他以我们为他的产业 我们也以神 为我们的产业 所以民书记十八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诗篇十六篇 第五节 都告诉我们这一点 那在整个承接圣职的过程呢 不是承接圣职 立刻就上岗 就就开始行使责任 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要承接圣职呢 总共要历经七天的时间 每一天呢 都有在神面前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神圣的礼仪 要在神面前守 要在神面前进 承接圣职 在西班牙文原文里 有一个表示 这个表示是什么呢 就说呀 说是满了他们的手 实际上什么满了他们的手呢 其实就是神让 那该做的圣工 还有那圣洁生命 鼠天的品格 满了祭司的手 其实就满了他们的生命 那么当他们的生命 被服侍神的 那崇高的生活 礼仪 包括时间 还有精力 热忱 所充满了 那么呢 这样的情形 其实就是神所喜悦的 这种光景 所以有人曾经说的好 神愿意 那侍奉他的人呢 是满有激情 满有火热 满有生命热忱的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就不会草率 轻忽怠慢的在神面前 乃是呢 一生要承受这个职份 而且绝无防悔 我们特别的要看到的是呢 在29章的规定当中 为什么这里反复不断的 要提到说 神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并且在殿里的服侍要定期 但是呢 祭司的责任却是终身值 服侍是有定期的 可以排班的 但是这个责任呢 是终身值 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 既然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被献上给神 不管是在神的殿里服侍的时间 还是在神殿服侍时间之外 他们都要活出 分别为圣的生活和生命来 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 亚伦的圣衣啊 是要留给他的子孙的 表明大祭司呢 是要承接这个责任 那么呢 这个神圣的责任呢 要一代一代的往下来传承 所以那个不单单传承的是责任和圣衣 传承的还有属灵的品德 资历 善行 然后呢 性情 最主要的是神的托付 所以我们今天做神圣功的人呢 我们就要知道 有一个要点 在今天这个21世纪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是教会 从初代教会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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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到我们身上的 那么初代教会 从神那里领受的服侍 又是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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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追溯到 以色列的祭司制度 服侍神的制度 所以我们说 这是非常悠久的 又非常光荣 非常荣耀的 那接着 在第二个大段落当中啊 相对来讲呢 就简单一些了 也就是 出埃及记的29章的38节 到46节 这里面在讲啊 要求祭司 每天献祭的 这样的相关条例 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祭司们呢 每天都要献祭 坛上呢 不可以空在那里 早晚呢 要各献一只羊羔啊 为祭 然后呢 细面 要加油 然后呢 另外还要献上酒 实际上呢 这是三种祭 羊羔呢 为番祭 细面加上油呢 为素祭 酒呢 为电祭 其实这三种祭呢 都在表明啊 耶稣基督 作为神的儿子 也作为我们 属天的大祭司 他被献在神的面前的美好 也表明蒙福 被分别为圣的 以色列百姓 因着祭司们 在神面前如此的献上 那么表明 以色列全家 都在神的手中 那比如说 像那个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番祭是预表 主耶稣基督甘心乐意 将自己完全献给神 那我们可以 跟我们自己对应一下 我们乐意将我们生命 完全的献给神吗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成全了神的旨意 那么呢 我们乐意 遵行他的旨意吗 那素季呢 他是预表着 主耶稣在地上 生活的圣洁 还有完全 逃主的喜悦 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有在生活行为上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蒙神喜悦吗 那么奠基呢 其实也在表明 主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 还有宝血 都倾倒 并浇灌在神的面前 那同样的 在我们今天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将我们生命的 全部的热忱 时间 体力 都 付出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像 主所献上的 番祭 素季 和电祭 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必成为啊 主所喜悦的 像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所说的 主所喜悦的 那甘心 献上的活祭 那弟兄姐妹 正如这里面呢 是规定以色列人 他们的祭祀是早晚 都要在神的面前 这样的献祭 这样的礼 因此他就 在我们今天 也鼓励着我们 无论在我们的早上 也无论在我们的晚上 我们都应该 感恩赞美 心甘乐意的 来到主的神宝座前 纪念他的大功 他的大爱 同时献上我们的 番祭 素季 还有平安祭给神 我们若如此的 在神的面前 就像旧约的 百姓借着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在神的面前 与神相会 与神说话 与神交通 那弟兄姐妹 神如何使 旧约他的百姓们 得以成胜 神今天 也会因着 他的儿子 使我们这些 在他儿子里 有份的人 有生命的人 也得以成胜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说 会幕 还有会幕中的 石架 会幕中的祭坛 就是我们人 蒙恩的人 可以和天上 慈爱的神 相遇的所在 各位亲爱的 弟兄姐妹 非常的高兴 跟大家 每天这样的学习 无比的甘甜 无比的美好 愿圣灵激励我们 开启我们的心 更多看到他 话语当中的奇妙 我们不单单看到 他话语当中的奇妙 我们也乐意 靠着圣灵的帮助 将神的话语的原则 法则 每一天 实行在 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爱你们